針對近日來有一些 我講同志 媒體 一直針對八八風災募款的事情 進行抹黑 我要說的是遺憾 為了黨內初選的勝敗輸贏 不管怎樣謾罵抹黑定於個人 我都盡量包容寬容 但是對一群發心做善事 而且從八八風災到現在 都還在關心災軍的團隊來講 這樣的指控都不是事實 太過侮辱人也欺負人太重 八八風災那時候捐款 其實我們沒有主動募款 人家提供金額叫我們用在災區 全部的明細我們都有 全部的明細清清楚楚 進帳多少 那出帳出去有簽收的 有單舉的 我們才列帳 也多過於捐款進來的金額 那其他的很多臨時開銷 根本沒有單舉的 我們都自行吸收 我們做到這樣的程度 還要面對這樣的莫名其妙的指控 比如說講什麼買基普車 基普車是納馬下鄉 民生教會他們需求 而且那台車是在災民的那邊 在教會的底下 太多指控了 所以我是講 這些指控的金額不對 流向也不對 處理的過程也不對 它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初選選書以後 要去汙辱 羞辱 初選勝出的人 那我覺得我們明細可以 接受大家公平 甚至於我們也很樂於 檢調到現在也沒有調過我們 檢調如果有意見 我們願意把全部的資料 拿給檢調去做參考 我們乾乾淨淨清清白白 請不要用政治的黑手 汙辱做好事的人